《二十一經濟日報》 季買法令宣渡二十一日開跑 2015年7月10日金融活動 B1台北信季買中心為加強賞 輕貴公司內部人股權規範的遵循 及促進證券市場健全發展 以提升內部人股權作業效率及資訊正確性 降低持股轉讓申報及因持股移動所發生的違規案件 並宣渡內線交易及股價操縱法令等規定 將於7月21日至31日期間 分白、中、南三區舉辦五場上規 輕貴公司內部人股權宣渡說明會 分別於7月21日及28日價台北福華國際文教會館 7月23日價新竹國賓大飯店 7月30日價台中場榮桂酒店 7月31日價高雄漢內大飯店各舉辦一場 此次宣渡會除宣渡相關內部人的法令規定外 並將加強說明 交易以上有價證券案例 內線交易案例 近期歸入權案件發生原因 付藏股為規案例及內部人股權轉讓為規案例等議題 這次宣渡會之資料及相關法令規範為響應政府節能減碳之政策 不再提供書面資料 課程及宣渡資料至於貴買中心網站的報名活動 供下在歷印參考規購買中心網站www.aprex.org.tw.ch. H. 蔡詠卿